大家好 欢迎来到乡村美 我是乡村老师 现在是很多的同学拿到了很好的offer 那么你就算是拿到10个offer 最后你也只能去一个学校 所以在offer的评估和定校 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学问 很多的同学和家长也在这个方面很有疑惑 我和我后人同事也在帮助很多这样的家庭 所以今天我想主要讲一下 大陆背景的家庭和美国的华裔的家庭 他们在评估定校的时候 有几类不同的这样的考量的因素 那么该如何来考虑这件事情 好的 在进入主题之前 我还是来讲一个我们后人的学生的 一个成功的一个经历 跟大家来分享 那么这有一个同学 这是一个转学的情况 他每高四年 然后大学在一个美国的前30的文理学院里面 他大一的GPA是非常好 是4.0 其实大一4.0并不是那么难的事情 他当时考ICT的时候 分数不是很高 是刚刚到1500 那么他在申请本科的时候 信心不足 而且他的课外的活动非常的少 所以当时就去了一个文理学院 后来找到后人来转学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当然帮他来做整体的评估 发现他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给他安排了一个科研 就是一个背景提升 然后也给他安排了这种沟通 面试提升的技巧 也鼓励了学生在学校多参加活动 然后我们申请大一的 大二的转学 好 现在转学的结果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我们很高兴 拿到了范德堡大学 北卡教堂山 弗吉尼亚大学UVA 华大圣路易斯 西北大学 还有Emory的录取 我们现在还在等布朗康奈尔和塔夫斯大学的转学录取 所以非常不错 我们很给同学感到高兴 那么这个同学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就是有针对自己的提高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么就一步一步来提高 然后转学成功 很不错 好的 咱们来讲回正题 就是大陆背景家庭和美国华业背景家庭 他们的定offer的时候 有什么不同的这样的原则 咱们先说一下美国本地的这种家庭 就所谓叫ABC 或者是美国生的或者加纳生的 叫CBC 对吧 那么他们会更考虑 这个学校是不是跟学生fit fit是什么意思 fit就是合适的意思 就是我气场对不对 我孩子去那高兴不高兴 对吧 那么他们还有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他有一个地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依赖 为什么呢 因为比如说我在美国 像我们有的同学 他比如说得到这个UTS的录取了 也得到达特茅斯的录取了 对吧 那么他本身在德州 他去UT Austin 他可能每年的学费 可能就一万二可能就完了 但你要去达特茅斯去外州 那学费就是大概要七八万美元 学费加住宿费 对吧 还有一位在纽约同学 他被哥大录取了 然后也被斯坦福录取了 当然斯坦福的排名是比哥大更好 哥大当然是很好了 但是他说我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哥大 所以他这位同学 可能他就会更会选择去哥大 对吧 那么他有本州学费 外州学费 还有一个就是他有很多的小朋友 环境更熟悉 相对不像中国大陆来的同学 对吧 他反正也是到一个新的国家去读书 所以对他来讲 其实去东岸去西岸没有那么大区别 而且对中国学生来讲 他就算是去公立学校 那么他们也要交外州的学费 比如说像米齿根对吧 外州学费是5万多块 其实它是和私立是差不多的 所以对他们来讲 公立私立没有差别这么大 但是对美国本地的学生 公立和私立可能就要差着 可能四倍三四倍出去了 另外一个ABC考察的一个原因 就是很多的在美国的这些家庭的孩子 尤其亚裔 都想孩子将来去 比如说读医学或者读法律 比如我们家女儿就想读医 那么你如果想读医读法的话 你就要特别注意 你的本科千万不要是那种 就是GPA给的特别严苛的这种学校 这种学校 比如像什么CMU 伯克利 什么约翰霍普金斯 什么芝加哥大学 这都是GPA给特别严的 那么如果你到时候GPA很不好看的话 你在后来你去申请医学院法学院的时候 都不占优势 所以他们就有可能会主动的会选择 更加对学医学法的这些同学 更友好的这样的学校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他会考虑说我要去实习 对吧 那么可能会考虑有医学院的这些大学 那么大陆背景的这些同学 甭管是你是来读的美高 然后是美本 或者是大陆的高中 然后申请的美本 那么对他们来讲 我是到美国来读书的话 我对地域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区别 但对他们来讲 他们有另外一个限制 就是说很多同学可能是考虑 我毕了业之后 我可能就业 我可能要回到中国去就业 回到中国就业的话 这里面就对学校的排名 就特别的看重 整个在亚洲的地区 不光是中国 什么日本新加坡 对学校的排名都是特别的看重 所以对他们来讲 如果有一个排名相对比较高的 有一个排名相对比较低的 比如刚才我说的 哥大和斯坦福的这样例子 对中国大陆来的同学 那肯定他就选择去斯坦福了 那么再有一个 就是中国大陆家庭这个特点 就是他们的信息相对比较闭塞 有的家长跟我开玩笑 就是我越看微信号 越看家长群 我越担忧 越对未来恐惧 越患得患失 所以对他们来讲 其实就需要 可能有比较了解 美国的这些大学的情况 专业的情况 或者就业的情况 也了解他们的心态的专家 来给他们做一个评估 因为他更多的地方 他需要来平衡 以前咱们说的 中国大陆来的学生 就光看排名 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 中国大陆的家庭 其实他考虑的因素 我认为 其实比美国的ABC这样家庭 可能要考虑因素更加多 因为对他们来讲 孩子他一个人在海外的话 他的担忧更多 你说我们在美国 甭管你说是孩子在西岸 在东岸 对吧 如果出了什么问题 对吧 家长可以飞过去 但是作为中国大陆家庭 他孩子来这边 他就只能主要的依靠学校 所以对他来讲 选择这个学校 就非常非常重要 对吧 那么再有一点 就是中国大陆来的家庭 他和美国家庭 有一个观念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非常的希望 我在大学入学的时候 就把专业定下来 比如说我是学文 还是学理 还是学设计 那么在美国 你只能定到这一层 那么在中国 他可能这些家长 他就想我学设计 我到底学平面设计 还是学工业设计 还是学用户界面设计 因为在中国 他高考是一在高考 他就直接就分到这种二级专业 或者甚至是更细的专业 高考分数都不一样 所以他习惯思维就是希望非常早的就要要求到 所以他就会问到问题说 你这个学校的专业如何如何 你这个专业有没有什么导师 而在美国的这些生长的这些孩子 这些家庭入学的时候 其实是不看专业的 比如说我进到文理学院 或者进到什么工程学院 或者我就是进到这个学校 然后我到大一的结束 再去来选专业 就是他这个方面 也是有一定的这种思维的不同 你要是面对中国的这样的家长 你就必须要跟他来解释 来跟他来讲 说你到了这个学校以后 你将来可能学到这样的专业的可能性是多少 是哪个学校 哪些专业 它是更有优势 但是美国的这些学生和家长 可能就不太重视这个方面 但他重视的是我刚才说那些 地域学校的气场 他可能是这个方面 那再有一个大的 就是中国和美国家庭不同的地方 就是说美国的家庭 他在选校的时候 我可以说你可以去找一个周末 学校去看一下 对吧 去体验一下 然后学校也会把他最好东西拿出来 或者跟学校的招生官 可以联系一下 这样都是可以的 那么在中国 他就没有这样的这种条件 所以对中国家长 他没有这样的工具 他可能就更加的迷茫 所以在选校的当中 到现在有很多的家庭 我知道都是敲了几个学校的押金 但是我就跟他们说 你交这么多押金 对吧 你到最后 你还是要确定一个学校 学生来找我们来咨询 那么最后都会像我 都会给他一个 我认为的同学的优先的次序 比如说哪个学校更适合你 这样的咨询 我一般的都是要求学生一定要参加 对吧 家长你可以在别人参加 如果学生不参加 我们其实就相对比较难 做一个这种是不是适合的 这样的一个判断 不是说家长什么都知道 像有的时候孩子跟妈妈坐在一块 对吧 孩子说两句 妈妈就啪啪啪啪啪说 然后孩子不敢说话 我们也是鼓励了孩子多说话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能更加的了解孩子 最后总归还是咱们孩子去上学 也不是妈妈去上学 对吧 好的 今天我讲这个主题 大陆家庭和华裔家庭 不同的offer定校的考虑 也是基于我最近的这些咨询 最近是确实帮助了很多的同学 在选offer 比如说还有的像 比如说MIT 还是杜克全奖 像Rice 还是Tanto的本一联读 还有是Penn State的分校 还是东北的Immers 还有是WashU 还是JHU 对吧 还有是Ohio State 还是一个文理学院 对吧 那么这里 你就要看学生的这样的情况 但我想不管怎么样 都是还是恭喜同学和家庭 对吧 你们都有这样的offer 可以在众多的offer里 来选一个最好的 那么祝各位同学 能够尽快的定下学校 然后尽快的 把本科 好好的有一个好的开始 好好的规划 取得更高的成就 好 今天就讲到这 如果你在美国的教育当中 有任何的升学 转学 学术辅导 就业指导 或者遇到什么疑难达政 都去找后人教育 那么我们帮助同学 来发掘潜能走向优秀 达到更高的目标 还有每周的周六的上午10点 北京时间 我和同事会有一个 关于美国教育的讲座 那么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具体讲座的内容和参加的方式 可以在长阳说流美 微信公众号来获得 好 最后感谢大家观看关注 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次再见